好,Chang,今天安裝Akawa的智能燈 樣子挺帥 但為何這燈這麼麻煩? 多條青的,多條青的電燈 你又收過一塊水 為何這麼麻煩? 這是零火線,Chang 現在很多新式屋苑或裝修後 都會叫它們加多條零火線 因為有零火線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用電量 另外,如果有零火線 它可以做到一個識別功能 就像一些網絡手拖手 即是你聽到有個盒 但你的尾房可能收得不好 但如果你有零火的開關 就可以一個連一個 令到尾房的接收量更好 剛才我還有個甚麼鬼火問題? 有沒有關係? 剛才的鬼火問題是說單火 如果現在家裡一般是單火沒有零火 那燈就會慢慢儲一些光 由1%的電量開始慢慢儲到100% 那時候就會暫一下 那就是單火不好處的地方 就是叫鬼火 如果有零火就可以把電量直接吸掉 吸掉的話就不會有鬼火 簡單來說就算它關鍵 它也有微小的電量經過了 如果這裡不加一條青線下去 那些電量就會在燈上走 但就會坐下坐下 坐在上面按下坐下 感覺閃閃閃了 沒錯 原來是這樣 有機會的話一定要拉好青線 對於那些甚麼穩不穩定的有沒有關係? 其實會的 因為零火是會穩定好一點 還有單火有一樣不好 就是燈如果火數太低的話 單火是有要求的 它有些會不可以低於5W 不可以低於10W 提到不同的營耗要求 零火就沒有這些問題片了 原來是這樣 還有零火可以配搭不同的燈 即是你配一些智能燈 它也不可以安裝 如果單火的話 就有機會會安裝不到嗎? 有機會安裝不到 要問過你先 如果我是舊屋製造的話 如果舊屋製造的話 其實現在一般屋苑 通常都會只有單火 是的一定 單火型號其實是本身可以單火零火通用 但是要看火數 我們亦有說 還有要看火數 還有要看掣面 即是剛槍哥看到裡面的尺寸 如果尺寸太 因為三位掣的話 後面的盒子會再深一點 是的 大一點 現在要打開 師傅又特意替我藏多了膠蓋框 又收到我了 所以智能家它真的是一闊三大 好我們先開掣 好現在就正常開關 但是智能開關要怎樣做 智能開關就只需要在這裏 找回這個型號 這個是H21的 零火線單按鈕 阿靚你不要越來越小聲 我才會收不到 是的 我們長按這個按鈕5秒 直到藍色燈斬斬斬斬 你下次再不脫口罩 你找個另一個肯脫口罩的美女 我不要你了 不要這樣 翔哥不要不要我 OK 就交換了 在這個時候 我建議在這個時候設定名字 就設定細房 然後跳過去 然後我們選一盞燈 好它自動會在主畫面 已經是出了這盞燈出來的了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開 它就可以即時開到燈的了 稍後之後可能配合一些 場景又或者一些 動感器去做一些自動化又可以的 你現在先關燈 這樣就已經配合完成了 這些又是一個家庭黃木器了 當你睡覺上床到老婆叫你吃燈的時候 你拿個電話出來搞定 就少了我叫燒了 OK 還有 還有 繼續 翔哥看到這裏 可以去看 因為我剛剛才設定了上去 這就是靈火好處 它就可以看看今天有多少個電 過月多少電量 還有現在的用電量 這個因為剛剛裝就沒有資料 噢 用電量都計算了 好 厲害 好 memor音 是世界 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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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小姐,小姐 來來來來 來 now 來 媽媽 爸爸好冷